啊 山河设计符 哦 欢迎想以他为突破口 却让金刚发比哪吒再到了机会 打到你喽 发生了什么事 卷小莲几人在等 天挺御地与众仙在等 灵山诸佛菩萨们同样在等 回来的屁啊 金刚发比哪吒的一转 差点没给关英打碎了 关英有想过自己打不过 可是他真的没有想过会被一拳打碎 这还是个人嘛 关英直接掉头就往灵山跑去 牛沙和关英是真不准备再去了 太费命了 博主 没委屈啊 对不起 我 不会打架 刚才是不是太用力了 没关系 你刚才做得很猫 非常猫 以后谁再敢来欺负我们 你就狠狠地揍他 小拳拳把手给他吹肿 哎呀 连哥哥你这么夸哪吒 哪吒会骄傲的了 我不会骄傲 哪吒 你确实是厉害 原来你才是我们兄弟三个女 最厉害的那个人 哎呀 哎呀 你们不要再夸我了 你可是一拳打飞了观英了 你怎么能因为他们夸了你一句 就羞得满脸疯红了呢 你那身材 可不行 你这么害羞啊 嗯 你这六根青镜竹 都能变出来两个 那3D的山河设计图 不是可以找面具和神变出来两个 哦 这咱们要是去把山河设计图再变两个 使力气不是更强大了 哎呦卧槽 你还真是个小几领鬼啊 嘿嘿嘿 在旁人看来 这就是去碰着运气 但这是碰运气嘛 和神那就是卷小莲自己 嘿嘿嘿嘿 卷小莲说干嘛 那就能干嘛 如果是别人想去复制法宝 那想屁之呢